Hello,大家好,我是掌妈妈 这是我到了卡兹别克的第... 应该说是第三天了,因为我是前天晚上到的 昨天爬山之后,在这儿,今天再住一晚的话 就等于相当于住了三个晚上了 所以今天我要出发去对面 去看一下对面有没有什么风景 如果好的话,我就在对面再住一晚 然后就离开这儿,去附近不远的一个 居塔那个小镇也是很好看的一个小镇 也是被雪山包围的 现在又是早餐时间了 阿姨看到我要吃饭,帮我把桌子擦了 拿这个拿过来了 我早餐今天变丰富了,本来吃泡面嘛 阿姨说问我要不要加鸡蛋 给了我一个鸡蛋,然后我就煎了个鸡蛋 看到那个没有 这个就是整个这卡兹别克最贵的一个酒店 也是网红酒店 住一晚最便宜最便宜 淡季也要一千多 然后那边是有咖啡厅的 听说是整个山上风景最好的 然后那边是那个林中小 就是那种小房子 也要五百块钱一个晚上 我真的是看了这附近最便宜的 我来到时候看有没有几十块钱一碗的 能不能找到 找到我就看能不能去对面煮一碗 等会去那边喝个茶什么的 好了 还是先把我的泡面吃完吧 试完了吃完了 这是对着雪山吃完的泡面 格外香呀 看 这个亲女的奶奶 在他们院子里面种了好多花哟 这一楼嘛主要是他跟他老伴住的 然后还有晒衣服的地方 然后还有个厨房 厨房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然后可以给大家免费提供茶 他这里锅碗瓢盆呀什么都很齐全 就比其他的亲女会好一点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干洗碗的机器吧 我觉得这个洗碗机 然后微波炉什么都有 然后菜刀你看很齐全 行先把碗洗了吧 看我现在是不是悠哉悠哉的 现在吃完饭了 在这悠闲的躺着一会儿 看着对面的雪山 这里啊就是最出名的一个景点 就是昨天去爬山看到那个山声音教堂 也被称为离天空 就离天堂最近的一个教堂 是19世纪建造的 然后整个这里卡兹别克山呢 就是一个六千多年前的火山 到现在为止就再也没动过了 就称为死火山 哎呀这么悠闲的时光 再躺个五分钟就要出门喽 休息了一会儿现在就准备出门了 回上了无人机 准备去对面再飞个飞机今天看一看去 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猫咪 当时很寒有水 他对面在修路 在这里但凡天晴天空的南呀都很嗨 发现他们这个修的是什么呀 看下面就是他们当地人 然后这个土豆 在拔土豆 土豆应该都成熟了 然后他们当地的房子 看这边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 最高的应该就是对面那个酒店了 可能有四层吧 到处都是高枷锁这种土狗 看看有什么好逛的 我真是个憨憨呀 我走到路村口了我才想起来 我没带相机 我没带电脑 我没带耳机 我刚刚刷牙 把牙光还放兜里了 然后我现在又要走回去 这个记性呀被狗吃了 现在回来把电脑也装进去了 电脑充电器也带上了 最重要的是 刚刚忘了的这个相机 也可以带上了 好了走了走了 这次是真的走了 我喜欢又遇到你了 这就是昨天陪我们上山的那只狗子呀 嗨 我现在身上没有带肉 想吃肉不 你今天还要跟我走吗 今天跟我走 我要是能买到肉 我就给你买肉吃好不好 昨天陪我们爬山爬了好久 这是你对象啊 还要检查一下 这是公狗 这是母狗 这只还生娃了 随意呃呃吧 你要是跟着我你就跟 你要是不跟我 回来我要是能买个肉饼 再遇到了还可以再给你 啊这就是他的崽子吗呢 咦咦咦 咦咦 嘿嘿 这都是你崽崽是不是 嗯 是不是 等会买点买点吃的回来看你们哈 先走了 先走了 崽崽住这儿 这边没有人家 估计是野狗吧 哎呦 你是想让我给你的崽崽买肉吃吗 哎 走吧走吧 先去逛整个城市再说 回来的时候再说吧好不好 我刚出门呢 看这是人家当地人的家里 他们把国旗居然直接粉刷在这个墙面上了 这啊这是个guest house 在这里基本上80%的房子都是guest house 看上面是苹果 他们自己种的苹果就这么点大 他还跟着我呢 多个多个 我叫你小黑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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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还有养马的人家 看 还有个小马鞠子 哈喽哈喽 跑那么快 他头上全是那个小毛球 主人也不知道给他清理清理 这边养马是用来干嘛的 拖东西的吧 估计是这样啊 这个村子其实不叫卡兹别克 后来改名字了 改名字的名字好长 我又不记得 但是当地人一直还把他叫为卡兹别克 昨天就是爬的那个山顶 那个雪山好看 那个就是卡兹别克雪山 我是觉得我看了那个资料 以前去那个三生一教堂 其实有奶车上去的 然后由于当地人他们觉得 坐奶车上去不够神圣 他们就把奶车给拆了 结果现在修了一个那个路 直接可以坐车上去了 我觉得也没有多大区别 哇 这是一个这个酒店 嗨 这酒店全部挂满了这种葡萄瓶子 还挺好看的 这个设计感 不愧是格鲁吉亚 你去别的国家都看不到这样的 拍张照 刚好跟雪山重合了 不错不错 小黑还在等我呢 他走两步就等着我 走两步就等着我 我发现他那还养了好多鸽子 然后这是一个牧场 然后小溪流 从这儿拍照好出片呀 直接可以看到卡兹别克山 下面牧场有牛有羊 讲得这么说那你就走过去看看吧 这都是山上流下来的那个冰泉水 雪水 牧场人家会让我 根本没有人 这里拍照好好看 昨天我在山上就看到了好多这种植物啊 黄色的叶子 然后上面红色的果子 当地人 我看房东他那个冰箱里面还有放这个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果子吗 好看是好看的 看 现在看到的这条公路呢 是直接通向俄罗斯的 前面就是往前九公里 就是卡兹别克的那个口岸了 住在这儿真好 每天都可以看雪山 我就这么乱逛乱逛 也不知道逛到哪儿了 然后看了一下 这是一个小酒庄 我现在要去那个最顶 最上面 小黑孩跟着我呢 也没看到个超市什么的 不然给他买点肉 让他回去得了 家家户户都有种这个果子树 这是啥果子我也不知道啊 但你还做个记号啊 这又是一个被废掉的房子 没有人居住了 荒废了 看他们这个墙上的花纹 这是水泥做的呀 哎呀 他们这个墙居然是水泥做的 他们这个墙居然是水泥做的 门是用 铁也不是不锈钢呀 好了 我应该是走到他们这个 这边镇子的主街道了 看一下主街道 这个房子挺好看 找到超市了 去买电话卡去 再去买肉去 来小黑子 哇这个雪上很好看 这到了当地的菜市场了 这是卖苹果 苹果苹果苹果 不一样的苹果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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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简单的西红柿 诶 这个是 这个西梅好大个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西梅吗 这么大一个 然后还有橙子 柿子 橘子 它这不一样 它这个西梅就好小 问一下人家哪里可以买 给你买肉啊 这里没有啊 Hello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charge my telephone card Makti Telephone card Send Send Thank you 走走 给你买货的尝试去 走 这又是一个水果超市 这还水果超市还挺多的 先买个口罩吧 哇 一次性防护口罩 Mask 都是中文的 看到没有 都是中文的 Ok thank you How much for one 啊 四毛 八毛钱一个口罩 买火腿肠去 找一下火腿肠在哪 这个是啥呀 这是能吃的吗 好多耶 到底干嘛的 我要买火腿肠 然后还要卖三文鱼的 这个62一袋肯定买不起 3块5一大个 哇 这个火腿肠便宜 找找 这个15 那买这个3块5的吧 刚好够钱 这么大一瓶酒 9块钱 看看他们的物价吧 咦这个也看起来好吃 买点小饼干 这个就是巧克力 这个16拉里 一斤 因为刚好人民币是乘以二嘛 国外都是一公斤的嘛 所以现在看的价格就是一斤的价格 这个巧克力14一斤 看点常见的吧 鱼露 9块钱一瓶 不18块钱一瓶 茶 10块钱一盒 水果茶 这个是7块钱一盒 这是胡萝卜酱 8块 这个茄子酱 12块 这个是车离子酱 10块 这个车离子酱 比较贵一点 看看这边的酸奶 酸奶是差不多5块钱一 这么大一杯 高原地区都膨胀了 纯牛奶一桶是8块5 将近9块 这个是什么 这是蘑菇酱 黄油 这个啤酒 这是什么啤酒啊 这不认识啊 6块钱一大瓶 这个也是6块钱一瓶 看可乐吧 可乐是3块钱一瓶 这都是3块钱一瓶 柠檬味的 大瓶的是7块钱 看看洗发水 有这么小一瓶的海菲斯 居然要13块钱 好贵哦 这个贵 这还警察叔叔还挺帅 要买点这个吃 火腿肠是3块5 口罩是4毛 也就4块钱 1那里 刚好凑 凑5块钱 一拉里的话就是2人民币 1 and 1 OK Thank you 这个就是2块钱这么多 刚刚好5块钱 And the mask 推 快 小黑 我给你买肉出来了 小黑 买肉了 开心不 昨天更了一天了 也没给你吃点啥 等会儿 我们找个地方 我包里是有刀的 你知道不 饼干先藏起来 别给你霍霍了 大哥 我们能斯文一点吗 虽然这一根都是给你的 但是我还想说 给你的孩子留一点呀 你有没有想过 你就想一个人吃毒食吗 呀 上了 全给你一个人吃了吧 等会儿 我给你剥皮 给你剥皮 等会儿剥皮 等会儿 来 是的 宝宝 这老爷爷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嗨 惨了 赶紧守着你吃 看到没有 那边有个小黄已经盯着你在吃肉了 快 我们把它吃完 乖 真是个好狗狗 吃完了没有 吃饱了吧 这么大一个呢 这么大一个还没吃饱吗 没了 没了 你别看了 好了 走了 拜拜 别跟我了 我要出去玩去了 Do you know telephone car makti Thank you 我手机没流量了 makti car yeah makti car go go straight go straight 我买的是那个无限流量卡 是第一个星期无限流量是35拉里 是70块钱 然后只有一个星期 然后你要待多久你就再去续 之后续的话就是五拉里一个星期 也就10块钱一个星期的无限流量 差不多一天就一块多钱 所以我觉得很划算 我就买了这个 我才知道原来那天去再往前走走就有这种巴士了 这种巴士就是10拉里一个人20块钱 而拼车一般都是20到25 亏了亏了 但是这种巴士的话 但是这种巴士的话那天不是在那个 呃 格 俄阁那个 纪念碑停了吗 停了10分钟 像这种巴士它就不停的 所以还好 诶 这里还有exchange 去换个钱 去换个钱 刚好没有钱了 换100美元 看一下这边货率多少 看一下 我那天前天换的那个 100美元是312 这么大的一个exchang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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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Hello 怎么没人呢 No No Yeah 他们也是来换钱的 哇 他们个个还戴着手套呢 这么 讲究的 换钱这么偏僻的吗 呦 算了 Come Where are you going Toilet No Thank you I want exchange 他们说 没事没有人在这儿 来上厕所去 谁要去上厕所哟 我是要去换钱好吧 对面也有exchange 看看对面能换钱不 Hello exchange you 100 only thre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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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12块钱我不如起钱了 Mark T Mark T Mark T Yeah How much 10 10哪里 How many gb 他是可以充值的 那我把我的卡给他 他应该能充值吧 Charge Charge Yeah Number Yeah 我只冲五拉里 OK Thank you Excuse me Can you help me How can I buy internet I charge five loli But I don't know how can I buy internet 我又问了几个人 整个 这个是一个市中心啊 这是市啊 唯一一个卖卡的地儿就是这个小卖部 我的天哪 我要求助人家去了 现在只有去求助当地人了 这个叫unimate Hello Can you help me by the only unimate internet for one week Yes OK Thank you so much 我手机中文有流量了 小黑 你都不是已经吃饱了吗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